大家好,很多人反映自家养的三角梅盆栽三角梅 比较容易出现板结 为什么容易出现板结呢? 很有可能就是吸用的蛋含量过高 就导致它很容易出现板结的了 蛋的肥最好是以小用 今天就分享一个小妙招 只要在盘土里喂上种水 喂两次到三次,突然很快就输松了 在我们给自家的三角梅盆栽三角梅 给了浇水的时候呢,在里面参合一些盐棉露就可以了 这种盐棉露里面所含的氨基酸成分、卢酸精、酵母精放射精成分 是特别的多的,对土壤不缓解 使用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的 一般使用的比例呢 基本上都是用到10克左右 对上2斤的清水 3天到5天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连续浇灌三次左右 土壤就不会出现板结了 一些棉露也可以作为发酵 发酵一些花生壳 或者是一些我们异常养护中 使用一些瓜皮做发酵 浇灌一些酸性聚物也是可以的 不单单用来浇灌这些盘土 也能够大大的增加盘土中的一些酸性聚集在里面 三角枚毒氧板结 就是按照刚才我以上所说的 所操作的那些方法去操作 去养护就可以了 在一些清水当中 加入一些AM联络做浇灌就可以了 最好是在傍晚之后 浇灌是特别的合适的 因为傍晚之后呢 它的根会吸收大量的养分 也不会造成毒氧板结 也能够提供一些它所需要的养分的了 这样就一举两得了 希望这期的视频呢 这些分享呢 对大家有帮助 技巧对大家有帮助 下期再见